9月15日是藏禮7月28日 是西藏傳統沐浴節的最後一天 沐浴節翻譯譯為《噶馬日記》 而在藏語中稱為《掌松》 在西藏 傳統沐浴節有著近千年的歷史 並傳承至今 形成獨特的水文化 然而 民間對沐浴節的來歷 習俗等眾說分圓 當日 記者帶著對沐浴節的諸多疑問 走進西藏藏醫藥大學 傾聽藏醫藥專家根據古老的藏醫和天文立算的相關記載 解讀這一傳統沐浴節 西藏藏醫藥大學教授 藏族天文立算專家普雄次人介紹 根據藏族史倫利和藏醫藥典籍的記載 以及在藏傳佛教文獻中的零星記錄 甘曼日籍是天上的一顆星 在相關光照和能量的作用下 地面的江河湖泊等水源便有了相應的能量 2020年西藏傳統沐浴節是從藏旅7月22日至28日為期七天 在此期間 當地民眾舉家到河邊進行沐浴 梳洗 游泳等 民間相傳 在沐浴節期間 江河湖泊等水源具備藥性 此時梳洗沐浴可以去除疾病 清淨業障 因此 民眾扶老邪幼到河邊洗浴 泡腳 甚至部分民眾長時間泡在水中不起 希望河水洗去身上的疾病 普京次人認為 沐浴節傳統習俗讓民眾養成了良好的衛生習慣 但並非所有民眾都適合在江河中沐浴 普京次人介紹 水對健康的特殊作用及水質等級的劃分 在《噪音要典籍》中均有記載 但並非民間所言 水可以防止百病 當中了dy 大家同在沐浴節期間 藝綺雄得住在沐浴節期間 現在我們的家應該都是很好地 但是沒有大好處 所以我們讓我們開始徽伽生慣 不是一種旅行的 真理會 一種旅行的 我們的生活分析 生病結果 生病毒的 鮮造成了這麼多的情報 只是一種旅行的 但是堅持來得出現了 只要是把我們開始徽伽生慣 是在那個地方說不定 它就會有不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